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家里面各种小修小补的方法 技巧 以及所用到的材料 很简单 很实用 说不定可以解决您的大麻烦 大家先看几张图片 依上这种缝隙 在家里面可能会经常看到 怎么去修补呢 其实非常简单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名字是 翻译成中文应该是 丙细酸乳胶填风剂 我们后面就简称为Cocking 中文有时间也叫硅胶 或者叫填风胶 是水溶性的 粘斗手上也很容易洗掉 表面可以刷油漆 Cocking有一定的防水效果 但是效果不如silicon 咱们后面要将silicon 这就是Cocking 在家里面应用非常广泛 除了厨房和洗手间 需要防水的部分之外 其他地方的墙和 Baseball和Kitting 交界的地方 的缝隙 都需要打Cocking 另外 墙角的部分 如果有缝隙 也可以打Cocking 但是墙面上的缝隙是不能打Cocking的 因为不能打磨 这是门的Casing和墙面 结合的部分 打的Cocking 这是Baseball和墙面结合的部分 打的Cocking 这是台面和墙面结合的部分 打的Cocking 这部分台面是没有防水要求的 这是橱柜和墙面结合的部分 打的Cocking 他的说明上 写的有In-door and Out-door 说明他不但能用于室内 还可以用于室外 门框和窗框 以外墙结合的部分 如果有缝隙 一是会影响保暖 第二是 雨水会进去 破坏结构 特别是木质的 如果经常进水 会很快腐朽掉的 所以室外的门窗和窗框 与外墙结合的部分 如果发现有缝隙 要及时打Cocking 这是门框 与外墙结合的部分 时间久了 有可能会有裂缝 Cocking在各大建材商店 都可以买得到 常用的大概有三种 白色的 无色透明的 和带有颜色的 大家可以根据 打Cocking不同部分 对颜色的要求 进行购买 但是最常用的 还是白色的 这就是胶腔 在各大建材商店 也都可以买得到 有很多不同的款式 这个款式 是我比较爱用的 因为它用着非常方便 它上面带有两个 不太容易被注意到的功能 非常好用 第一个就是切口刀 新买的Cocking 头部需要切开才能用 把Cocking的头部 放到切口刀里面 注意Cocking切的时间 口不要切太大 切一个小口就可以了 并且切的时间 要切出来一定的角度 像这样 另外一个功能 就是带的这个铁丝 Cocking如果放一阵时间 不用的话 它的头部 里面头部的胶会干掉 这样的话 就挤不出来了 要用 这个铁丝 来来回回的捅一捅 放胶的时间 手 要按着后部的这个按钮 按下去 然后用手把 推格 拉到最下面 然后把胶 放在这个位置 按动这样一个把手 让Cocking停止的时间 按这个按钮 这样推格上就没有推力了 胶就不会再往外出来 下面就具体演示一下 如何打Cocking 打胶之前 先用刀子 或者铲子 把缝隙边缘的脏东西给挂干净 然后拿厨房纸擦干净 为了防止 胶打到其他地方 并且使效果 更漂亮 可以用绿贴纸 把边缘给贴一下 打到时间 手轻轻的 扳这个扳手就可以了 拿手指 把表面涂抹均匀 背着厨房纸 把多余的胶 抹到厨房纸上 把绿贴纸拿掉 再用手轻轻的抹一下 好了 这个部分就完成了 它可能要咳一个晚上才能干 在干之前不要去动它就是了 这是楼梯上面的一条缝 大家看一看 是不是感觉缝缠上之后漂亮多了 这是nose和墙 结合处的缝隙 大家记住 这种持一招 是可以打coking的 这种平面上的缝 是不能打coking的 这个上面有P90灰 咱们以后再讲 因为当coking之后不能打磨 所以效果并不好 这是baseball和墙面之间的缝隙 baseball和墙面之间的结合部 是要打coking的 这个地方coking可能是以前没有打好 所以就开裂了 先用厨房纸擦干净 好了 这就打好了 coking的演示就给大家做到这里 咱们下一个视频要讲一讲silicon的特点 用在什么地方 如何用 如果你有什么问题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 如果本视频对您有所帮助 希望您能够订阅 点赞 转发 您的支持将是我把视频做下去最大的动力 我也希望自己以后能做出更好的视频 来揭答您家庭装修中的困惑 谢谢观看 下集 欢迎订阅 请添买